字幕提供 我再插個話 我自己多嘴一下 人家也沒有直接問我 沒關係 有些文字 可以可以的 我就稍微講一下我的看法 何啟勝 這老朋友 他說 人力就是國力 只想吃公家飯 國家 競爭力怎麼會提升 這句話跟我也沒什麼屁關係啊 我是在賣便當的對不對 不過我剛剛想了半天 我到底要不要回這句話 因為基於怎麼樣 今天給我自己一個頭銜嗎 國家道路導正師是不是 那我就是要怎麼樣 導正一下 要怎麼導正一下 說說自己的意見呢 因為他這個語意啊好像是說 吃公家飯是一個 很閒的菜式 好像啊 當商人啊比較簡單 這個 當個企業家 才能夠把國家的競爭力給提升 讓人民賺錢賺多 這是他的意思嗎 他一定是這樣 比如說我們搞一個什麼自創品牌啊 對不對 對不對 起勝排大電視 然後 Made in Taiwan 這樣子國家競爭力 他認為是當個企業家比較難啦 而當個公務員 比較簡單 所以他才會 他才會有這種的思考 只想吃公家飯 國家競爭力整提升 那在我的理論啊 我今天講了嘛 你要當一個 官員啊 你是要在 官員要領導商人的嘛 你不能上商人領導官員 所以啊 吃公家飯啊 不見得比 當個企業家 要簡單 就是 你就是 一個 國家的服務的人員 然後 商人 商人在服務人員之下 然後這國家的服務人員怎麼樣呢 他負責全部的人的 看 怎麼樣嘛 對不對 帶到哪裡走 還是什麼的 因為國家競爭力啊 不會是讓商人在 官員的頭頂嘛 對不對 商人只是負責 企業啊 那你 而公務員 這是好的公務員的話 你要帶領商人的 你要帶領商人的 所以啊 你真正的 優秀的公務員的話 因為他講的可能也是那種 吃公 吃那種鹹飯那種 真的優秀的公務員的話 你是要包括啊 把企業家 還有老百姓的素質啊 全部的整面 整體的提升嘛 你才是一個大家長嘛 對不對 其實好像那種 我 舉一個 老講總統的例子 講孝顏 對不對 他形象還不錯喔 我覺得他有點大隻喔 對不對 他一定是在企業家之上的嘛 對不對 還包括軍人對不對 可能軍人也在企業家之上的 所以啊 他這個公家犯啊 他可能指的是那種小公務員啦 要去公所什麼的 可是這樣子 他這樣子的語意 好像是說 欸 公務員還挺簡單的 那當個 當個商人 生意人啊 比較難 可是就是不見得 不一定 你真正這個 公務員啊 你要做到一個政府的領導 的層級啊 當個大官員的話 絕對是包括整個國家競爭力 也是公務員的工作 是吧 公務員 企業家 這樣子一個邏輯啊 參考一下 插畫一下 他沒有直接問我啦